在这一小节中,我将向大家介绍converse中的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剪辑区域 那么剪辑区域这个概念所涉及的函数只有一个,就是clip函数 那么事实上,这个函数是和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路径规划的函数 比如说line2啊,arc啊,所有的贝塞尔二次曲线的函数 它们最终都可以围成一个路径,是和这些路径规划的函数共同使用的 那么前面我们介绍的路径规划的函数,最终都用于图形的具体的绘制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将介绍给大家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些路径规划函数来指定一个特定的绘制区域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个小例子 这个代码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简单 我设置front属性,textalign属性,textbaseline属性和fillstyle属性 最终在屏幕的重中心绘制了一行converse的文字 下面我们尝试一下这样加上一段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我在绘制这个文字之前 首先使用begin path之后调用arc环数 绘制了一个圆形的路径 之后对于这个圆形的路径 我并不把它绘制出来 而使用了一次clip 那么这个clip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clip的意思是使用刚才设置的路径 把它剪切为当前的绘制环境 也就是说在之前我们的绘制环境都是在整个converse画布中 但是一旦我们使用了clip 我们的绘制环境变成了刚才所规划的路径的这个封闭图形的部分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此时这个代码运行的效果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由于整个程序都是白色的 所以大家可能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那么简单的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边缘的地方就是弧线形的 事实上我们的圆形大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它成为了当前的绘制环境 所以我们的converse这个文字渲染就会在这个圆形中渲染 如果出了这个原色的边框的话 那么就不会再渲染出来了 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看到这个程序的效果 下面我对这个程序进行一下简单的修改 那么这个修改是 首先我在绘制这个路径之前加入这样一段代码 这样一段代码是对整个屏幕都涂上黑色 这样一来我们之后呢 就能更清楚的看到我们所界定的圆形的界线 那么之后这个圆形的界线 我在这里只是进行了一次clip操作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 此时这个程序中所绘制的这行文字 就会出现在黑色的这个圆形中 依然是和背景的图案呢 是分不清楚的 为此呢 我对规划的这个路径呢 也进行了一次渲染 也就是说把这个圆形也使用白色 进行一次fill的填充操作 填充以后再调用一次clip 那么此时这个clip的路径和刚才fill的这个圆形呢 是同样的一个路径 那么这样一来呢 这个圆形就是白色的背景 最后再在这个clip的区域里 绘制上相应的converse的文字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样 现在大家是不是非常清晰的明白了clip的作用 我们了解了clip的功能作用 那么我们使用clip可以制作什么样的效果呢 不知道大家看到这样的图像 有没有受到什么启发 没错 这是不是非常像一个探照灯 一个聚光灯 打在一个广盖袍上的效果 那么现在我们稍微扩展一下这个例子 制作出一个探照灯的效果 这个探照灯的demo的例子呢 其实非常简单 整体的思路呢 还是和之前制作的小球滚动的思路是一样的 只不过此时呢 我们只有一个小球 这个小球就是探照灯 那么在这里 我声明了一个全局边量叫searchlight 来指定这个探照灯的圆形坐标位置 半径以及移动的速度 那么在这里 仍然是使用动画基础部分的setinterview这个函数 来进行简单的动画 每隔40毫秒会执行一次jour操作和update操作 做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那么首先进行一次clearrect 对整个画布进行一次清空 之后和刚才的例子一样 分三步来绘制整个画面 第一步把整个画面涂成黑色的 第二步根据探照灯的具体的信息 来绘制出这个探照灯 同时使用这一小节介绍的clip 把探照灯的这一部分 剪辑成当前的绘制空间 最后我们在整个画布上 渲染了converse文字 在这里头为了让文字更多的占满整个空间 我绘制了三行converse文字 当然了我刚才说是在整个画布上绘制 但是由于我们使用了clip 最终这些文字只会出现在这个圆形的空间里 也就是探照灯照上的地方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呢是一个动画 所以需要相应的update 这个update呢和之前介绍的碰撞检测的代码呢 是完全一样的 再一次提醒大家对于动画更加详细的介绍 在这个课程里呢并没有 但是大家可以回去找一下 绚丽的倒计时效果converse动画与绘图基础 这个课程 在那里我介绍了一个动画实现的基本逻辑 当然这个逻辑本身并不是最优的 但是在初期足以应对大家的编程需求了 那么这个简单的探照灯的demo 我就已经实现完成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 一个探照灯圆形的光环在整个converse画布中移动 随着这个converse画布的移动 converse背后的图像内容就逐渐的显示出来了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对这个demo进行更多的有创意的改变 比如说在这里我又对这个探照灯的demo进行了一些修改 我把绘制的部分复用了之前介绍的 画一个五角星中的star path这样一个函数 让探照灯变成了一个五角星的形状 那么对于这个五角星型的探照灯 我除了让它能够自由的移动之外 还设置了一个新的变量叫做rotation初始化为0 那么这个变量控制的是这个五角星型的探照灯 它的旋转的角度 也就是说这个探照灯不仅能够平移 同时自身还在进行旋转 那么具体的是在图形变换的这个函数 cxt.rotate中调用了rotation这个变量 当然了有了rotation这个变量 相应的在update函数中就需要对rotation这个变量进行改变 这个改变我处理的非常简单 只是简单的加1 也就是每一帧它的旋转角度都增加一度 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样的一个程序 它的运行效果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 一个五角星型的探照灯就绘制了出来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五角星型的探照灯 同时还在进行着旋转 为了拓展大家的思路 那么在这里我对这个代码再进行一次改变 这次改变主要是在于update的部分 是对这个星星的半径进行一个改变 而不再移动这个星星了 那么这个具体的逻辑呢 如果大家真的理解了这个代码呢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我设置了一个叫做it increase的bore变量 那么这个变量在星星的半径 大到一定程度或者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要进行一次改变 除此之外根据it increase来对这个星星的半径进行加或者减的操作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就是这个样子的 怎么样是不是非常的酷 当然了对于clip这个属性 大家还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能够制作出许多不一样的效果 比如说绘制一片城市 在这个城市中有一个大的广告牌 这个广告牌里显示的内容就可以使用clip来制定 当然了 大家可以继续深入的思考 相信大家能想出很多非常不一样的好玩的clip的用法 大家加油